三百九十七集 昨天晚上万事灵回去之后 把事情全都告诉他了 一家人顿时觉得大快人心 跟你有关吗 林雨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当然有关 那是我牵直堂的店 既然你开不下去了 那就还给我们吧 万伟运高傲地说道 放心 钱少不了你的 三千万可以了吧 在他认为 这些钱在林雨这种小医生的眼中 绝对是巨款 小三 偏意你了 估计你这辈子 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吧 万小川打亮了一眼 穿着平凡的林雨 冷哼一声 在他第一次见到林雨的时候 就把林雨和穷人画上了等号 这点钱也叫钱啊 林雨皱了皱眉头 看傻子一样的 看着这一眼俩 三个亿嘛 倒还算是勉勉强强 放屁 哪家医馆 怎么可能值这么多钱 万小川 万小川怒声骂道 穷疯了吧你 你嘴真臭啊 所以我改主意了 三十一 一分不少 林雨 不离不离不快 不离不漫地说道 你他妈 万小川刚想骂 万维运突然用手摆住了他 说道 哎呀 行了 小川 别跟他废话了 早晚有一天 他得求着咱买 何家如 你别以为 那家店能卖多少钱 实话告诉你吧 除了我们家 没有任何人敢买 他这话说得傲气十足 他们万家确实有资本说这话 凭他们万家在京城的地位 还没有人傻得为一家店 跟他们家作对呢 所以林雨不卖给他们 这家店就相当于砸手里了 谁说我要卖了 我就把他当一玩具 放在那儿 让他破吧 林雨也满是傲气地回道 吹牛吧你 万小川抱着手 气势十足 汪厂长 我让你现在就叫保安 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场子去 我不想看到他 这不好意思啊 万少爷 这点我做不到啊 汪厂长很为难地说道 为什么 你不想跟我们万家合作了 万小川颇有些恼怒 不是啊 万大少 这家厂子刚刚被何先生收购了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人家的厂子里呢 汪厂长急忙解释道 什么 万小川和万伟运面色皆是一阵 我没听错吧 占地面积近上万平 造价十数亿的大药厂 竟然被这穷小子全权收购了 你们的耳朵又不背 都听明白了吧 你们站的是我的厂子 麻烦你们出去 林宇也颇有些得意地冲万小川父子伸伸手 万小川和万伟运面色铁青 没有说话 万先生 万少爷 你们先去门口等吧 我一会儿就过来 汪厂长有些难为情地 示意万家父子先走 何家荣 你别嚣张 有你哭的时候 万小川狠狠地说道 接着跟他爸往外走 爸 赶紧让爷爷给吕部长打电话吧 把他这药厂给他封了 万小川想起了吕孝锦之后 面色顿时泛起了光芒 满脸兴奋 这傻子 还不知道我们和吕部长的关系 还跟我们嘚瑟呢 咱说让他倒闭 他就得倒闭 万维运沉吟了一下没作声 爸 怎么了 你还犹豫什么 看那小子狂的 都要上天了 万小川见父亲没说话 不由有些纳闷 愤愤说道 小川 你都多大的人了 办事还冒蒙事事的 万维运呢 有些恨铁不成钢地 撇了这个傻儿子一眼 虽然万小川是他亲生的 但是医学天赋和智商 根本和他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快三十的人了 还是一事无成啊 怎么了 爸 万小川闻言不由一争 有些疑惑 你觉得 你觉得以那小子的实力 能买得起这么大一座药厂吗 万维运拧着眉头思寸道 万小川趴了一下拍了一下手 对呀 看那小子穷样 也不能买得起这么大的药厂 爸 您的意思是 哼 我估计啊 这小子 就是个替人打工的 厂子根本不是他的 或者说 有人跟他合作 买下了这个药厂 毕竟这小子 医学方面还算有点本事 是个可用之人 万维运沉着脸 不由想起了 那天惨败给林雨之后 给回生堂磕头的场面 心里顿时气就不大意出来 对呀爸 刚才是我莽撞了 还是您老有见识 万小川经他父亲 这么一点拨 才回过神来 但是细细一想 神情间颇有些怨恨 爸 就算有人跟他合伙 他的合伙人 有我们万家势力大吗 我大爷爷和大伯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而且咱们 还有吕总这层关系 想弄他 不跟玩似的吗 他语气间 颇有些挑衅的意味 他这么大 家里的人都没有让他独自管理过一家医馆 更不用说 这么大一个药厂 现在林雨这毛头小子 竟然自己管理这么大一家药厂 他心里自然十分不服气 恨不得立马 将林雨的药厂给封了 话虽这么说 但是我们也不能随意输敌 不着急 等汪厂长出来再说 万维运沉着脸 他儿子咽不下这口气 他自然更是咽不下了 哎呀 万先生 万少爷 让你们久等了 不好意思啊 汪厂长将林雨安顿到办公室之后 便急匆匆地跑出来 满脸歉意 虽然这厂子卖了 但是万家这种大家族 他实在得罪不起 刚才啊 让两位受委屈了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毕竟厂子卖给人家了 是公司那边的决定 我呀 只能照办 汪厂长掏出了一盒中华烟 抽出两支 讨好的递给了万家父子 万维运接过了烟 倒是没见怪说道 汪厂长啊 我问你个事 你跟我说老实话 这厂子是真的卖给这小子了呢 还是以他的名义 卖给了其他人 汪厂长心里咯噔一下 如果说刚才林雨没提醒他 他倒是可以和万维运他们说实话 但是林雨那么一警告 他只能把事情隐瞒下来 我们呢是直接卖给何家荣先生 厂子的所有权全部归他一人所有 万维运和万小川听了这话 面色微微一惊啊 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万小川迫不及待地喊道 他不就是个小医生吗 万少爷 不瞒你们说 这位何先生啊 是青海小有成就的富商 手下有一家化妆品公司 和一家珠宝公司 家底啊还算殷实 汪厂长如实地说 这些都是林雨刚才告诉他的 为的就是怕有人问起来 怀疑自己没有实力 买这么大的药杂 哼 行啊 这小子还真是深藏不漏啊 万维运冷笑一声 既然是他个人买的 那就好办了 万先生 您这是 不该问的 别问 还有 我提醒你一句 嘴巴严实点 对你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万维运冷冷地扫着他一眼 哦 是 是 我什么都没听见 什么都没听见 汪厂长连连点头 反正厂子已经卖了 一切都跟他无关 他才懒得跟着掺和呢 万维运冲万小川示意了一下 万小川赶紧跑到一边 给爷爷打了个电话 说了说 林雨开药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